第1540集 就在这时候 坐镇气血之门的人黄 眼神危急 回头看了一眼门户 门户依旧封闭 不过门户好像有动静 动静还不小 门户开始微微颤动起来 人黄微微醋眉 到底谁进去了 从之前就开始有动静 到现在还没停歇 谁在里面 人黄醋眉中 有声音传来 记 朕要破碎三门 破碎虚门 速速作乱 人黄凝神 眼神微动 也不再说什么 精神力迅速蔓延出去 朝无尽虚空中蔓延 朕要破镜 这是大家此刻无法容忍的 人黄精神力蔓延出去 肉身陷入了沉寂中 而这一刻 后方的门户上 再次传来一阵阵微弱的震动感 本源宇宙 门后世界 方平眼神闪烁 此刻 本源宇宙也在发生变化 在微微震动和下坠 而此刻 方平却是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他视线盯着这片宇宙的核心之地 眼神变换不定 苍猫也是瞪大了眼睛 看着前方 有些好奇 骗子啊 别出声 方平低声说了一句 拖着苍猫缓缓向后移动 这次他发现了更多的东西 这地方越来越让他震撼了 三界的一切秘密 也许都会在这片宇宙中展现出来 宇宙的震产 让一些秘密暴露了出来 而这片世界 以往是不会有任何生命存在的 哪怕探手抓来的那位 平日里也不会关注此地 很麻烦 方平眼神欲加深邃起来 这一刻他忽然不想死了 之前也没想死 可现在他更不想了 他追到了很多很多 方平觉得 自己有必要活下去 打破这一切 彻底掀翻这棋盘 就在这时候 方平心中一动 忽然朝后方看去 也就是之前撤离的 气血之门那边 此刻 那边的虚空在颤动 在鼓动 好像有东西在突破这片 宇宙星空的封锁 要进入 苍茅吓了一跳 快跑 要来了 苍茅以为那只手又要来了 急忙甩尾巴圈住方平 要跑路 方平却是低贺 别急 说吧 方平再次看向那片虚空 和之前 苍茅几次突破自己的 本源世界有些相似 好像有人想打破 这片世界壁垒 让自己呈现出来 宇宙中 有轰隆声传来 然而 那鼓掌的壁垒 却是渐渐回缩 好像无法破开这世界 方平凝眉 低声道 不像之前那位 若是那位 之前直接降临 哪用那么麻烦 就在这一刻 那戒壁 再次往前边 突了一下 轰隆隆的 方平看了一眼 皱眉道 像不像箭头突出来的 苍茅爪子挠头 像吗 没感觉到啊 自己爪子戳破本源世界 好像也这样吧 方平舔了舔嘴唇 走 过去 也许是机会 逃离此地的机会 骗子 走 不能在这等死 有机会 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这好像是有人 强行突破进来 和之前那位 应该不是一会儿了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苍茅想了想 觉得也是 反正都这地步了 刚想着 方平道 你待会儿别出现 我一个人就行 真要是机会 你再出现 当然 你现在不跑也没事 我若是能回去 再搭建一条通道试试看 也许可以直接接你回去 免得一起完蛋 还是一起吧 九皇四弟 猫都认识的 大不了 给他们玩一会儿猫嘛 也许就放咱们走了呢 方平失笑 你这算是卖萌吗 九皇四弟 真要铁了心杀他们 会因为猫卖萌 放过他们吗 灵皇还有可能 可也是未必的事 这猫还是这么蠢 方平笑了笑 摸了摸大猫的脑袋 没再说话 到了这地步 搏一次吧 若是能活着离开 那最好 若是没办法 活着离开 也得想办法 把仓猫送回去 他还得让这猫 传递信息 方平迅速 朝那边赶去 就在他赶去的同时 之前 封印了王若兵本源的 那位老者 忽然猝眉 眼中神光爆发 视线投射到了这片宇宙 一点点地探查起来 今天 又怎么了 如同天眼 一道金光扫射这片宇宙 此刻 方平一边朝那边赶路 一边回头看去 也看到了那道金芒 他也是强者 自然知道这是什么 目光 是的 有绝世强者 目光扫射这片宇宙 刚刚那人 方平眼神冰寒 这人就是幕后操控者 起码是人族的幕后操控者 王若兵的本源世界 连接了无数通道 都是气血通道 这意味着 修气血一道的强者 很可能都在此人掌控之下 大猫 记住这道目光 对方太强 只是目光扫射 方平无法分辨气息 无法判断对方是谁 是不是神皇 目前也难以肯定 不过强者都有特征 这目光哪怕不夹杂任何东西 下次遇到 他应该也能判断出来 此刻前方虚空中 那个箭头状的凸起 还在回缩 很快再次凸起 后面的人 在一次次的尝试 破开这箭膜 不过方平也发现了 凸起程度越来越弱 后面的人好像有些无力了 方平眼神微动 这时候会强行 破入这片天地的 难道是来救自己的 他相信 现在老张他们 肯定在想办法救自己 住神使 镇天王 方平不太确定 不过他觉得 这个时候能进入这片天地 能救自己的人 应该也没几个 很大可能就是这两位 虚空的颤动 那道目光如同探照灯 一寸寸地扫射而来 方平不再迟疑 低声道 大猫 上 林外合 撕裂这空间 藏毛喵屋一声腾空而起 一击打去 然而 虚空好像不受力一般 没有太大的动静 方平顿时猝眉 不行 这么说必须要外面的人出力才行 可那道目光 此刻正在扫射这片天地 一旦发现那就麻烦了 黑暗的一条通道中 王金阳一见又一见 然而始终无法打破前方的阁膜 他已经有些无力了 这条通道绝不是那么好打通的 怎么办 王金阳皱眉 此刻的他也有些无力 无法打破这阁膜 再拖延下去 方平未必能撑住了 可他担心一点 若是耗费一切 打通了这条通道 最后通道后方没有方平 那岂不是做了无用功 通道太坚固了 王金阳思绪迅速转动 眨眼间有了决定 破开这通道壁垒 我现在恐怕没办法打破这壁垒 就在这一刻 王金阳忽然有了决定 一股微弱的气血之力 缓缓从他心脏中升腾而起 这股力量若是方平看到了 必然熟悉 心脏的力量 战天地心脏的力量 老王还保留了一些 很微弱 当初方平吸收的力量 早就消耗完了 也没太大的特殊之处 除了质量高点 然而力量到了老王这儿 却是有些不同 此时此刻 老王脑海中好像有人在说话 你要接受我的力量了吗 王金阳并不说话 也不吭声 有时候 这意识并非有了外人侵占 而是他自己想的 想法映入脑海罢了 不代表战天地 真的在他的脑海中 力量 无你我之分 王金阳心中泥喃 能坚守本心就行 然而 说得简单 当力量强大到了一定的地步 谁又能真的坚守本心 不为这些所动摇 我可以的 王金阳低声闷喝一句 下一刻 血色长弓上爆发出刺目的光芒 破 一声低鹤响起 一箭射出 轰隆一声爆鸣 本源宇宙 方平还在想着如何帮忙 就在这时候 一声轰鸣传来 宇宙好像要被破开 就在这一刻 方平看到了苍穹破裂 一个小口子出现 几乎是在同时 方平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 血 是的 血 血液出现了 天被破开了 再滴血 血丝 血丝缓缓凝聚 很快一滴血 滴落下来 而破开的小口子中 一点点血液渗透了进去 通道那边 王金阳陡然脸色一变 接着滴喝一声 只觉得无数气血之力 涌入自己的体内 体内轰鸣声不断 骨骼血肉都在迅速重铸 而下方方平看到了一滴血液 如同玉石汇聚 滴落 朝自己滴落而来 就在此刻 虚空中忽然一阵颤动 那道金色目光好像感应到了什么 血 一声带着意外和惊讶的声音响起 响彻这片宇宙 那人感应到了血液 血 声音继续传道 很快朝方平这边波动而来 虚空在震动 血液 声音带着一丝洗衣 就在此刻 苍茅忽然低叫一声 快走 说着 苍茅看向那滴落而来的血液 一滴 只有一滴血液凝聚成功 此刻坠落而来 苍茅露出一抹渴望之色 骗子 带走 方平哪敢迟疑 迅速破空而出 急忙朝那滴血液抓去 这一抓 轰隆一声 方平本原体迅速溃散 太强大了 也太重了 这一滴血 差点彻底击溃了方平 磅礴的力量 压得方平差点爆开 骗子 苍茅嘀唬一声 迅速尾巴生长 勾住了方平 急忙朝那个小小的裂缝跑去 要跑路了 虚空中一张大手凝聚成功 此刻 大手朝这边覆盖而来 可那洞口还在上空 还在天上 苍茅急得不行 麻烦了 这滴血引起了对方的注意 对方正在感应血液所在 朝血液所在抓来 骗子 丢了那血 苍茅喊了一声 方平其实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那首长未必发现了他们 却是感应到了这滴血的存在 他要的是这滴血液 方平倒是想丢了 到了这关头 赶紧离开为好 可是 丢不了 方平发现 这滴血液居然在和自己融合 忍不住低吼道 丢不了 快进通道 在通道对面 破开了一个口子的王金阳 此刻也通过缝隙看到了方平 他也吸收到了很多血丝 就如之前破开了气血之门 有力量涌出一样 他刚刚吸收了很多气血之力 此刻气血澎湃无比 他通过这个小口子看到了方平 看到了苍茅 也看到了那迅速抓来的大手 王金阳脸色微变 低喝一声 手中长弓 迅速化为一条绳索 迅速穿透小口子 朝方平那边延伸而去 可那只手速度太快了 就在王金阳和方平竭尽全力 要离开这片宇宙的同时 宇宙身处 人黄陡然睁眼 不但睁眼了 人黄忽然气急波动了一下 遮掩了四方 此刻 他身后的门户 有巨大的变化 血红色 一丝丝仿佛血液一样的红色 在印染整个大门 人黄脸色微变 回头 看向大门 气血之门 好像被血液印染 渐渐变成了全部红色 人黄眼中神光爆发 朝大门看去 看了一阵 好像没看到什么 人黄脸色微扁 低声泥喃 战 是他吗 是他闯入了其中 他做了什么 气血之门在剧里颤动 这时候有声音传来 记 怎么了 人黄迅速封印四方 淡淡道 气血之门之前被破开的口子破了 修补缺陷 此话一出 没人再问了 人黄脸色变换一阵 眼中金光再次爆发 好像要看透门户 看清一切 却是依旧没办法看穿 人黄迟疑的瞬间 很快 眼神冷立起来 忽然回身 一根手指 戳向之前被方平他们斩破 而今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那处洞口 一声巨响传出 本元宇宙颤动了一下 记 有人低呼 缺口破碎 很快便好 该死 快修不好 来自其他两道门户坐镇的强者迅速出生 多事之秋 八重天中 镇天王在破碎第三道须门 而此地 气血之门之前修不好的口子 居然再次破碎了 麻烦是一重接着一重 人黄也不多说 此刻他已经再次破开了上次 方平他们破开的那道口子 那涌出的气血之力 人黄并未多看 这个对他作用有限 当破开这口子的时候 人黄眼中神光再现 气血之门微微颤抖 好像要击碎这目光 然而人黄却是没在意 金光强行穿透一切 这时候他看到了 看到了一滴血 一些如同玉石般的血液 他还看到了 看到了那只手掌 手掌在覆盖 覆盖而去 他还看到了 虚空中那被破开的小小口子 人黄眼神闪烁 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了动作 迪鹤道 何人敢闯本源 一声迪鹤响起 人黄手指断裂 一根手指直接进入了门后世界 手指进入门后 眨眼间变得巨大无比 一根手指头从门后而来 覆盖天地朝方平点去 要灭杀他 巨大的手指出现 瞬间引起了整个门后宇宙的波动 宇宙在动荡 在颤动 就在这时候 手指飞速落下 刚抓住血色长弓 化成的长绳的方平 脸色一变 前后夹击 前有巨掌 后有手指 手指更加凝实 巨掌只是虚幻的手掌 而这手指 如同真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